站在台上信心喊话 俄乌战争之际 普丁现身集会挺战 却被发现这一身打扮要价不菲 就连内衬套头毛衣也不便宜 换算台币也得花上9万 俄乌开战26天以来 已有超过1.7万名俄军阵亡 按捺不住性子的普丁 似乎对进攻受挫 感到焦躁不满 据传近日进下达 核战撤离演习 让各界忧心战事失控 引发世界末日 但有前美国特务指出 拜登政府恐怕根本还没准备好 应对核攻击的连贯计划 美议员几乎要拜登快出手军援 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 更亲自录影片 喊话拜登本周的欧洲行 可以造访乌克兰 只不过白宫方面仅强调 会持续声援支持 团结各国抗恶 但并没有访乌计划 现见烫手山芋 仍难以调停 在新闻黄泉一报道